房价的议题只要来关心 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 打算要祭出第五波信用管制 不排除要纳入第二户 以及限缩热区房贷乘数等方向 但房仲全联会荣誉理事长李同荣却说 这简直就是硬打房 并不是政府一开始强调的打炒房 认为杀伤力将有如核弹斑 对收购年轻人影响最大 不是买不起 就是每个月的平均房贷负担都会加重 然后有一个标准的客餐厅 销售人员仔细讲解 民众带着另一半想买房抗通膨 但房价人居高不下 不过央行总裁杨金龙透露 将有第五波打炒房措施 担对30年以上房贷第二户限缩热区房贷陈述 专家认为杀伤力有如核弹斑 也就是说它的工具有限 它又拼命的要用线带来打房价打下来 只有针对刚性需求 这样对于整个产业链伤害也大 对于消费者伤害也大 消费的纠纷也会群起 然后呢 烂尾头也会重申 整个市场呢 整个建商的这个倒闭风就会起来 房仲全联会荣誉理事长李同荣直批 这简直就是硬打房 要房价立刻向下反转 而不是政府所说的打炒房 如果央行针对贷款年限缩减 将让首购年轻人负担更重 一千万来讲的话 一个月要加重一万多块 一年要加重大概16万之多 所以这样的情况对于首购来讲 买房的人负担加重 房仲表示近半年来投资客不进场 专家认为央行此举连建商也无可避免 过去房价大幅上涨的区域 像是新竹台中台南高雄也会亮所 现在连刚性买盘都受到非常大的限制 那整个交易量起币会大幅下滑 那也影响到价格的支撑力道 那价格修正的机会就会很大 有件商认为首购族退场没有刚性需求支撑房产业 甚至变相逼民众租房 但高涨的租金该如何解决 政府应该要先解决缺工平均薪资的问题 并非一昧限制市场发展 记得许禅万俊良台北采访不到